陳麗貞議員 我們繼續開會 現在我們請陳麗貞議員質詢 謝謝主席 保安部門的各位局處首長 議會同仁媒體朋友 市民朋友 大家好 那首先我要來跟我們相關的局處 來探討一下登革熱 現在趕快要進入這個夏天了 天氣也慢慢熱了 那登革熱又開始在萌芽了 萌發這個登革熱的一個案例 前幾天又聽到我們高雄市有某一個區 有發生一個案例 那登革熱現在是成為我們台灣 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傳染病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全球的軟化 那登革熱現在是我們台灣傳播範圍 日益擴大已經成為我們國家 層級重要的 是重要的感染病 那我們登革熱在4月22日 在中正市路22號也成立一個國家文媒傳染病的一個研究中心 那同時我們高雄市的登革熱研究中心也是在這一天也已經成立了 那這個研究中心我們是市政府非常重視的 市長是總指揮 那陳務市長是召集人 那我們衛生局長好像是執行秘書 那環保局長跟民政局長是副執行秘書 那其他我們市政府的各局處首長都是裡面的成員 那表示未來我們高雄市對於這種登革熱的防治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登革熱一得到啊 真的是都會有生命的危險 所以不可忽視 那在這裡我要建議 第一就是我們的衛生局一定要加強宣導 要加強宣導 因為我們高雄市是一個悶熱又潮濕的一個環境 那登革熱這種資深 我們這個資深這個美穩病美穩 他是最喜歡在這種潮濕在資深成長 那我們最主要就是一個一個最有效最快速的就是一個宣導 那再來就是我們環保局的一個人員 人手一定要增加 因為進入夏天像去年的一個登革熱 我們環保局的所有的成員 大家都非常辛苦都加班 然後完全都沒有休假 那這樣是不合理的 因為一個人的工作量還是有限 那要因應這一些登革熱 還要在清運垃圾 少爐 清水高 消毒 雞茶 清運垃圾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環保局各區 對都是減少人數的 那在這裡 因應登革熱我有兩個建議 第一是我們衛生局一定要加強宣導 第二是我們環保局一定要趕快增加人數 一些這個人員的經費 一定要跟市長來反應 不能再撥減掉了 一定要補足人數 這樣才有辦法來因應我們高雄市的一個環境衛生的維護 包括颱風天的過後要趕快恢復正常 都是要我們環保局的人員去工作 那在這邊為什麼我會跟我們衛生局長說 一定要趕快的去加強這種宣導 因為最有效的最快速的就是宣導 我們都知道大家都會聽到說 蚊子沒得水 那我們的瓶瓶罐罐一定不能趕快清除它 不要讓它積水 那真的是這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的這種登革熱的蚊子 是埃及斑蚊 那這種埃及斑蚊 母的埃及斑蚊 它是最喜歡找乾淨又停止不流動的水 那乾淨又不流動的水 都是我們的花瓶 或者是花盆底下的那個底盤 或者是瓶瓶罐罐的水 水桶的水 那這些水如果它沒有倒掉 它是擺在那裡的話 一隻埃及斑蚊 它如果要去殘暖的話 它要先盯三到五個人的雪 它才會吸飽雪 那吸飽雪它會先躲在陰暗的地方 比如說是床底下 沙發底下 然後再去找它最喜歡的乾淨的水 再找它那個禁止的 不流動的水去產卵 一隻埃及斑蚊如果它吸飽的水 它產卵會產了幾顆卵知道嗎 80顆到100顆 那這80顆到100顆的卵 就產在那個乾淨的水裡面 一個禮拜 它就會產生解決 然後就產生一隻埃及斑蚊又生長出來了 那變成100隻的蚊子出來 要開始要再叮人了 那這100隻如果再這樣一直繁殖下去的話 就100隻可能就1萬隻 10萬隻 就無限多 所以這種宣導就是這麼簡單 從哪裡去趕快最有效最快速最簡單的一個防治 就是我們的家裡的這個積水 一定千萬要把它清乾淨 那室外的一個容器啦 還有堆一些雜物啦 趕快要把它清除 這樣才不會造成一個 這個我們檢視的一個死角沒有去發現 所以我覺得我們衛生局 有很多很優秀的一個人員 就像那個陳莊遠他 很快速的就把這樣的一個簡單又重點的 然後跟大家講 那我想如果一這樣去推導的話 可以減少很多的一個 那個登革熱的一個發生案例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兩個局處 我們衛生局一定要趕快加強宣導 到社區到學校到任何團體的地方去 就這麼簡單可以防止一個禮拜 那剛才還沒有講到喔 一隻那個埃及的這個斑紋 他的壽命是一個月 他等於他可以產四次的卵 一個禮拜產一次 那可以產四次 那你想一想 如果這樣子我們能夠把這些乾淨的水 這些積水的容器把它清乾淨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馬上可以對我們的防治 很有明顯 那在這裡我就把這種登革熱 把它來跟我們來探討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現在 如果進入夏天很多的積查人員就會在社區裡面去 積查這一些容器啊積水啊環境衛生 那之前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有兩組人馬就是在 有兩組人員是在外面環境裡面去積查 那他們發現到有一些 不合格要開發的話 也有花三千塊的也有花一千五百塊的 那之前我有跟我們市政府來建議 應該要把這一些積查的工作 歸屬一個單位 然後他的一個開發是一個標準 那現在是不是有做一個調整 環保局長請你答覆一下 好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個以現在來講 大概目前都是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那都是罰一千五百塊 一千五百塊 那衛生局現在還有出來做這個積查的工作嗎 衛生局的積查是以傳染病防治法的部分 還是還是繼續有在 有在積查 是 好你請坐下 那我希望說我們兩個局處 應該要把這樣的一個標準 把它一致化 不要有兩種版本 讓我們的市民知道說 如果他被積查到他有積水的話 他可能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罰款 讓大家 這個是前這一兩年 每年都有一萬五千例到兩萬例的一個登格勒的案例 所以非常的可怕 所以現在已經慢慢要進入夏天了 我們真的不可忽視 一定要積極的 我們要增加清潔人員 然後再積極的 來宣導讓我們的民眾知道 這樣的一個登格了是如何產生的 其實預防是這麼樣的簡單 而可以下降很多的一個危險 那再來我要跟我們這個環保局局長來探討一個 有關我們高雄市的環境維護自治管理條例 有訂定在109年的12月31日以後 就全面的二行程機車都不能在我們高雄市使用了 那之前我們也是 也都知道 這種二行車它是最大的缺點 是它的進氣跟排氣都是同時在進行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還沒有燃燒的一個燃料 會造成一個空氣污染 產生一氧化碳 那這樣是對我們整個高雄市的空氣品質 會產生很大的一個破壞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定定在109年年底 就是完全不能再行駛二行程的機車 那之前也有人來陳情對於委四排的機車 大概有5900多輛 他們希望能夠透過他們的一個修復 能夠把它的污染降到一個標準化 然後讓他們可以留作一個古董車 那我知道我們環保局也有接受這樣的一個陳情 在做一個配套措施 但是我在這裡也要建議我們環保局長 針對這種二行程大概都是15年 15年20年的舊機車啊 他們為什麼要騎這麼舊的機車呢 就是一些年輕人大概他們礙於經濟的考量 因為現在一部50cc的機車起碼要5萬5以上 那一般家庭要支付這一筆機車的費用 也不是每一個家庭付得起 所以在這裡我也要建議我們局長 應該要再規劃這樣的一個古董車的一個對策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達到109年通通看不到二行車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考量到這一批年輕人 他們沒有辦法去換機車 是不是給予他們的一個優惠的一個低率的青年貸款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替代方案 因為現在你們已經有在規劃這樣的韋式牌的車子 那現在又有一群機車的這個年輕人 他們也擔心時間到了如果他沒有錢去換機車的話 他到時候這一部機車都是他靠這部機車在上下班 在磨生的一個交通工具 所以我們也是要一併的把它列入考量 那在這裡請局長你也要記錄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做法能夠協助 因為現在我們高雄市的機車量真的很大 已經達到199萬多輛了 那現在還有三萬多輛二行車的機車還沒有太換 那我們希望能夠達到109年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車輛都是符合標準的能夠提升我們的空氣品質 那再來我要跟局長 因為這些都不用就是書面給我回應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也是一樣為了節能減碳 能夠維護一個好的那個空氣品質 所以我們一直在推廣大家來騎自行車 那這個禮拜天我們主場館也辦了一場自行車 很多人去參加 不管老老少少大家都非常喜歡騎 那這樣是一個好現象 因為我們因應這個騎自行車 我們高雄市也建立了很多自行車的車道 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鼓勵大家都去騎 那也鼓勵大家都能夠乘坐大眾運輸的工具 所以自行車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第一步的代步的車的這個工具 那在這裡我要問問局長 像我們在那個自行車的租用站 是我們高雄市最早做的一個高雄市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政績 一百一百零九年就開始啟用了 那現在台北他們是一百一十二年才啟用 那我們高雄市真的是非常棒 這麼早就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自行車的租任 那我們要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不但要去延伸到每個社區 都要設置有自行車的租任站 鼓勵他們每個人都來騎腳踏車 還是要請局長應該多做一些宣導 讓我們的市民大家都對於這種自行車的租任站 朗朗上口有一個名稱有一個代號可以叫 不要很容易稱呼的一個名稱 就像台北他們就是U-bike 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高雄市應該怎麼講 就講公仔樂樂等公公自行車租任停車站 講得很長 那我想因為我們在場的所有局所長 應該也叫不出一個很簡稱 那大概我們就是會跟他取一個名稱 我們會叫他是CT-bike 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這樣的一個名稱 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民眾 他希望能夠增設一個CD-bike 但是可能溝通上有問題 結果是給他做完 做完的時候是一座這樣的一個 鎖自行車的一個位置 那他是希望能夠有自行車可以租任的一個位置 然後常常在這樣的一個代稱 當然這個都是如果一般我們專業的人 一看就會很清楚 這是我們要讓我們的市民 能夠很具體很好記的 讓大家馬上可以上口的一個名稱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名稱之下 大家會覺得在我們高雄市有這樣一個 這麼棒的一個政績 大家都來騎自行車 那這個是我們鎖自己的腳踏車的一個設置 所以這兩個還是有差別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能夠把這樣的一個CD-bike 把它這樣一直宣導 讓全國民眾 尤其是我們高雄市的這個市民 都很清楚說我們高雄市有一個自行車 假地借車以地還車是非常方便 非常好用的 所以我這邊也請局長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答覆 自行車的推廣跟能夠到社區 巷子裡面去多增設 只要是它的空間夠的話 是不是能夠多一些增設我們的這個自行車的租任站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大概兩個部分跟議員做個報告 我們高雄市的那個公共腳踏車租任站 它的名稱就是剛剛議員所提到的CT-bike 那這個CT-bike 是過了差不多兩三年前 有網路上的去投票之後所出來的一個名稱 那或許是我們整個宣導上面 沒有就是說市民朋友 我們一般大眾朋友 對這樣的名稱 有點淡忘的 我們還會再加強來宣導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增設的部分 我剛剛業務報告有報告過 我們最終我們希望在今年年底 能夠增設公共腳踏車的這個租任站到300站 目前是184 那我們現在思考的部分就是說 大概有三個主要的一個地點 當然社區也是我們其中一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在大眾交通的一個點 搭配我們的捷運輕軌 這個部分是第一個優先的 第二個就是說風景點 第三個就是說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比那個集合室住宅比較密集的地方 也是我們要來準備來增設的這個點 我想這個部分謝謝議員這邊的一個指導 我們會針對有需要的部分 拉進去做一些增設點的考量 謝謝 局長請坐 尤其是社區裡面 社區裡面只要我們空間夠的話 我們就盡量給他設置 讓大家都來騎自行車 這麼好的一個證據應該要多推廣 那再來我要請教我們的警察局長 那警察局長剛才有做了那個業務報告的時候 有播放一段影片 就是有警察同仁接到一個自殺的案件 然後馬上就到他家裡面去關懷 然後說了一些好話好言相勸 就是小孩還小啦要好好的生活 那這這樣的一個影片 尤其是重點是由局長這邊來做一個今天的一個報告 我相信這是我給局長給一個很大的肯定 因為你今天做的這樣的一個報告 我相信很多我們高雄市的警察同仁看到這一幕 他們一定會那種心境會改變 因為他們會很認同他這樣做是對的 他們這樣的去服務 警察一向給人的印象就是很硬 他可能是辦案或者都是問一些筆錄 這是給人家的印象會比較硬 可是警察也是有關懷的一面 那事實上有一些事情都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只是一個心境的轉鏈 如果他今天轉個鏈的話 可能一些悲劇他就不會發生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我也要真的很肯定 我們警察不是辦案以外 還有很多深入社區的裡面的一些關懷 尤其是一些弱勢的關懷 因為警察同仁講的話 可能會相當的對這種民眾的這種影響力會很大 比一般的民眾 親戚朋友去勸導他 可能他的這個效用還要更加值加倍 那在這裡我今天要談的就是我們的監視器 因為像我們這個 上個月3月25號加倉的 我們又倉銀行有一家是發生一件被搶的案件 那這個警察同仁他們接到這個案件的時候 很努力很積極的馬上就去展開他們的業務去調查 然後不免不休的就去看監視器的一個鏡頭 一夜一夜的去看 然後去找出那一種可遇的跡象 那3月26號隔天就破案了 那在這裡我們也給這一些辛苦的警察他們的努力給他們讚美 局長像這樣的一個效率 你也要多給他們鼓勵加油 那就是說今天這些監視器 他不只是他辦案 還有他的交通 如果發生交通事故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重大刑案 其實很多都是感謝一些商家或私人的一個提供一些監視器 來幫助我們去做一個輔助破案的工具 所以那我們高雄市現在的一個監視器 因為礙於我們的經費的關係 現在到今年6月是24306支的這個攝影機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目前最近我做一個統計 就是我們左營區的一個監視器是1571支 那故障的有708支 所以說我們可使用的只有54.93% 那我們現在今年編到的是 他的維修會是304萬 他這304萬人維修的只有208支 還有510支是沒辦法使用的 那我要建議的是說 我們應該 按以我們的經費有限 應該要針對比較重要的這個路口 就譬如說新莊一路、博愛二路 自由二路、新莊窄路 明城二路還有博愛二路、玉城路、博愛二路 都是在整個路口 有四支就壞一支 有五支壞三支 兩支壞一支 玉城路、博愛路 它是三支壞三支 那華夏路跟民主路這樣的一個重要路口 到現在都沒有監視器 還有家倉路跟這個去東路口 它也都沒有監視器 所以那個地方也是 那個發生交通事故最容易發生的地方 那我要請我們局長能夠 這個優先順序 針對比較重要的路口 或者是要增設的、要維修的 應該要做一個有效的 一個比較優先的分配 因為這些監視器 它真的在我們平常的一個真正發生車禍 或者是要去一些重大 加兩分鐘 很多車禍發生的時候 在這個責任的釐清 都是靠這個監視器來輔助 所以也是我們這個警察同仁 能夠幫助他們破案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我要請我們局長 在於這樣的一個監視器 當然每個區都是很缺 那我們是希望說 針對重要的路口 我是不是能夠先給它增加或維護修善 局長你可不可以答覆一下 謝謝趙機人 謝謝陳議員 剛才那麼鼓勵我們 讓我們這個非常振奮 那尤其我們基層潘所的同仁 或是各幹部 我們每個月都有舉辦好人好事的一個表揚 那這個表揚就是 對我們下去裡面弱勢的 或是需要警察幫忙的 我們如果有這樣的一個議局 或是一個慈善的 一個協助 我們都會給他們表揚 每個月都會表揚 那為了增加對嚴謹的 我們鼓勵他 這一點給議員報告 謝謝陳議員對我們的鼓勵 第二個 那個男子分局 匣所發生那個中信銀行被搶 隔天就搶破案了 我們效率很高 那市長也很高興 也很重視這個案件 所以在兩天呢 我們市政府辦的那個治安匯報 就給有工人員馬上頒獎金 給他們這個肯定跟加冕 也給議員做報告 那第三個監護系統部分 其實是我滿關心 而且列為一個 我一直要改善提升的一個重點工作 那確實很多是五年已經超過五年的 這些監護系統 他故障力非常高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那個妥善力很低 其實是有的部分 是因為超過五年把它拉下來的 那這一部分我們已經在研議了 研議看是不是從明年開始 如果計畫可以從明年開始 要租賃的 不然要付很多的維修費 把這維護費留下來 來修 就是還沒有還沒有滿五年的 來重新維修這個 那叫治安的一個分配上 就會比較充分的一個應用 那個對男子也好 左營也好 他是一個自然的重點地區 我們這一部分呢 都會特別去注意 請議員放心 好 謝謝 好 我們也謝謝 陳立正議員的執行 那接下來我們請陳翠軟 議員執行 謝謝大會主席 陳議員 我們的保安部門局處首長 我們的議會同仁 我們的記者媒體小姐先生 關心市政的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好 本席陳翠軟 針對保安部門 業務報告資訊 首先 我們台灣這段時間 發生隨機 尤其商人 尤其我們的內湖女童 商人事件 可以說引起非常大的震撼 尤其發生後24小時內 又發生捷運的殺警案 那另外在新北市又發生清潔隊包商被砍殺的事件 所以我們的警銷 所以我們的警銷 一再說非常的有模仿的效應 所以我們的隨機商人事件 像我們台北的警銷 尤其全國的警銷 可以說非常擔心模仿效應 可以說隨時都提高警覺 那兩年前 我們北頭女童 歌謀案 那她那個月的兒少保護的通報案件 共有5013件 比月平均的4488件 多出了525件 那確實有魔法效應的增加的現象 那精神科的醫生也有說 像不管是我們台灣或日本 都有這個現象發生 那所以 那隨機殺人事件 除了警銷以外 隨機殺人事件 其實沒有什麼 預防的方法 那所以 我們的市民 可以說是 可以是被研案的 那 只能要求我們的市民 平常外出要提高警覺 要提高警覺 那因為這隨機殺人事件 會說我們全國的警銷 他的業務更加的吃緊 能力嚴重的不足 那本期 有看我們的衛生局 衛生局的業務報告 我們有針對我們的 那個 精神疾病的朋友 有做出 是 防釋啦 做出防釋的 這個 服務 那總共照顧了 兩萬多位的精神病犯 那等於是說 那針對 水機傷人事件後 我們衛生局 除了 除了針對這個 精神疾病 做出 防釋以外 那還有我們其他的措施 那像台北的 市政府 還有他們的 精神科的 醫師 他們 都有非常積極的建議 像他們有 麻煩里長 像做里林的一些比較 高風險的病犯喔 那做出防釋 或者是 有一些 什麼協助喔 那由里長來通報 那做出醫療 或者是 一些 喔協助的 欸 的方面喔 那我不曉得 我們的高雄市這裡 有沒有其他的措施啊 那台北市 那像 那柯市長 他也 要求里長喔 多做一些活動 那多辦活動 讓里民來參加 讓里民多認識一下 然後 多做出 欸 關懷里民 的一些 活動 的措施啦喔 啊所以 在這裡 沾對這個喔 等一下 麻煩我們的黃局長喔 回答一下喔 那另外喔 我們衛福部喔 就針對了 隨機商人事件喔 那我們衛福部 將雙綁精神病 強制就醫的規定 那只要 第一線 警消 他認為 條件符合 就可以強制就醫了喔 那問題來了喔 那現在 只要有發生 臨密一些重大的案件喔 那最後解決的方式就是 叫我們的 第一線的消防人員來 解決啦喔 那 是不是 什麼都推給我們的 第一線的消防人員來 判斷喔 是不是 最危險的都殺到我們的 消防人員 非常的辛苦 在這裡 請黃局長 簡單的回應一下 黃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喔 對於隨機商人事件 不過我想要先說明一下 痾 精神病患 不見得就是這樣子的 殺人犯的潛在高危險區 那過去很多的隨機殺人事件 事實上 他在診斷上面 是沒有精神疾病的 那因為我們 精神婚生法裡面的規定 包括我們的 反社會人格違常 或是我們的 邊緣型社會人格 他不是精神疾病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大家很關心這個議題 那當然 我對很多的精神病患的 病友跟他的家屬 也對這樣子一個議題 也提出 因為他們突然之間被重視之後 反而造成社會 對他們一些壓力 這個我們也 積極的在關心 那在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就是在這些 我們很一樣的事件 發生事件 其實我們在高雄市 我們就已經申請到 衛福部的一個 加強精神醫療機構 對於社區精神病患的 一個仿視的工作 那也 也剛好是遇到這樣的事情 是說 因為這裡面就有一個 就是說曾經 因為強制住院治療 出院之後的 強制積極追蹤 還有包括說 曾經來急診之後的 一些病患的一個 一個 後來沒有再回去 就是我們在三月份發生不幸事情的這樣案件 黃局長我了解 對 那除了這個 你們有做仿視這關懷以外 那我是希望說 我們衛生 跟單位這裡 如果 因為你們也比較專業 我是希望說 因為消防 人員他們的能力也嚴重的不足 那可以盡量我們這裡來拐勞一下 這樣好不好 黃局長 你請坐 我們消防局我們陳局長 那 現在我們的衛福部 雙綁了 我們健身病強制 送醫這個判斷 都由我們第一線的消防人員來 現場評估 鑑定 那 是不是造成我們的 疫苗更加繁重 他能力非常不足 他是不是造成很嚴重的壓力 請 陳局長請回應一下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消防人員的第一線工作 我們 對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我們會 會同警察 有時候會打電話 請我們衛生主管機關 到現場一起判斷 那如果他有 外傷 生命危險 我們會立即送醫 那如果沒有 他有潛在商人的 這一部分 我們會請我們警察 跟衛生機一起來處理 蔡局長 我了解你 是你先請坐 本社是因為 我們的 我們一線的警消 能力非常嚴重不足 他現在動不動什麼 都給我們警察局 消防局 所以本社是為 我們警察局跟消防局 非常的暴躯 所以你看 我們消防人員 能力非常的吃緊 很辛苦 你看 所以 我們消防局 解消 我們的 危險性非常高 那工作 又又非常的複雜又多 那我是想說 我們的消防群 也是 抓蜜蜂 還是抓蛇 那現在又要管 我們的活動 那又要 防隨機殺人 那現在又有一個 衛福部 又放縮的那個 強制精神病人的送醫 那如果說 這精神病人 它 有攻擊性 那我們消防人員 又沒有 一些防放措施 所以 有台車 不然 像過去 有發生 我們消防人員 被打 被砍了 的事件 所以 關鍵是說 我們的 我們的 那個什麼 精神病犯 大多數 它是沒有具備 一些自殘 或者攻擊的 傾向 所以我們家屬 有時候 常常會要求 我們消防局這邊送醫 那有時候就會浪費 浪費了 救護的資源 又不需要 真正 需要我們的 救護車的 人民的權利 有時候 早上 就是 精神病犯 早上就送醫 然後下午又回來了 因為 它沒有具備 這方面的 符合條件 所以 我覺得是 比較浪費 那個 救護的 浪費資源 所以 在這裡 特別為我們 警銷人員 報區 你們特別辛苦 在這裡特別 下面 致上最崇高的經營 在這裡 感謝您 謝謝 在這裡 沾對 我們的 馬頭山 馬頭山 馬頭山的 煙蠻場 它的設立 可以說 當地的居民 還有環保團體 嚴重的抗議 嚴重抗議 也有舉辦公聽會 等等 本期也有去參加 所以 你 針對馬頭山的 煙蠻場 它是 嚴重影響我們的 當地居民 跟 我們的 當地的發展 所以 也當恭喜 影響他們 下方的招生 當地居民的 身體健康影響 還有 它的房地產 也會下降 下滑 所以 評估每一年 它就損失至少有3億元 那 煙蠻場 它更 污染我們的 二人溪 還有我們阿公店 水庫 那甚至 我們高屏溪的水源 嚴重的破壞 它的自然生態 還有人文的景觀 尤其 我們的 我們的高雄壽山 東園 未來即將 擴建 跟 牽引我們的內門 牽引我們內門 它 剛好在那個 馬頭山的 煙蠻場 只有一路之隔 一路之隔嘛 所以 最短的距離 不到500公尺 所以 但是 為了我們的 受傷 東園公園要 擴建橋簽喔 所以有去參觀我們的 台北木柵動物園 有去看過 那我們的 未來我們 內門的 動物園 我想它是朝向 野生動物園的模式來經營嘛 那所以它是規劃 東園的主題式的 休憩園區 那打造說 是亞洲最大的動物園喔 那 渴望是 奇美地區 引進更多的觀光人場 那尤其有 快速道路的延伸 還有 還有 我們的 內門的 送江 南人 來門送港町 還有我們的 喔 渡記中泡塞 還有那個 火荷等等的加持喔 相信這是 我們內門人喔 所期待的喔 可是 如果 我們的 馬頭山 營買廠的設立 那 對 我們的 內門動物園 未來的 招商喔 可以說 具有非常大的 影響的變數啦 那 人家就要評估要不要來 要不要來 要不要來投資喔 所以 你家 內門的動物園的設置 他的意義 跟他的架子 就沒 就失去這個效果了喔 那 內門的動物園喔 他未來是朝向說喔 他是要 接我們的 山林走動的 像 鴕鳥還是 山羊還是 梅瓜 路等 動物移居 那 他 他會透過 民間的投資 在園區內 會 做個 那個 欸 染車喔 那 所以 他還有另外會做一個 觀景台來 讓遊客可以看到我們的 動物生態 那如果 馬頭山 營買廠如果設置喔 在 旁邊的話 我相信那 空中染車喔 看到的 不是我們的 動物或是 美景 而是營業買廠的垃圾 那 所以本席是希望說喔 喔 要外廠在旁邊 那 如果未來 內門 的動物園 如果設置喔 絕對會影響我們的 動物的 動物的 動物的健康 還有 還有 污染 我們的生態 甚至這些動物會 生病 會死亡喔 那 本席 有去 參訪我們的 木柵動物園 那 發現他整體 絕對不會 像我們 內門動物園 未來的 設置的好 因為他沒有 他的人 跟動物 沒有 親近感的設計 設計嘛 喔 那 本席 覺得說 縱使我們的 木柵動物園 他有 他的有空中 攬車 那 絕對 也不會像我們 未來我們 內門動物園 設置 我們的 內門動物園喔 絕對會 比 木柵動物園 未來的 可看性 還有 他的 他的 發展性 還有 競爭性更好 因為我們的 內門動物園 他的未來 具有競爭性 喔 所以 李佳 希望說 我們的 黃寶當我們的 蔡局長喔 針對 碼頭商的 圓滿廠的 設立評估喔 我希望要 好好的去 審思 喔 那 如果 碼頭商的 設立 絕對會影響 未來他的 招商 一個變數 那 那民間的 投資 他絕對會卻步 那 內門的動物園的 設立 就沒有那個價值 跟那個 的 意義了 齁 在這裡希望我們 蔡局長 絕對 要好好的 深思 然後評估 針對這個請 蔡局長 簡單回應一下 蔡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 那碼頭山這一個部分 它是位在二人溪的上游 面積大概將近30公頃 那目前 就是三個十四的時候 那個 開發業者已經把整個環境獎說明書 上來環保橋了 那環保局後續的就是依法受理 那剛剛議員所提到的 包含 其實包含水源的問題 地質的問題 或者是附近景觀交通的部分 都會納到這裡面去進行 環境影響的評估 那當然 環保局也很歡迎就是說 各界 對這個案子有關心的 那都可以來參與提出 來旁聽或者是提出相關的意見 那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這個案件的評估 能夠更加的公開更加的透明 那我們會嚴格來把關 謝謝蔡局長 我希望蔡局長 以你專業環保立場 要做是明智的判斷跟決定 不要影響我們當地居民的 健康還有環保團體 他們的 他們的嚴重的反對的立場 在這裡希望你 要做出最明智的決定 要好的三思 請坐 好 謝謝議員的指導 另外 針對 我們的警察局 業務報告 我們報告裡面有說到 我們詐騙最多有 詐騙的問題最多有兩種 是解除分期 解除分期付款的有426件 那網購未收到獲得有243件 那這詐騙最常見這兩個問題 都是跟網 網路購物的問題的詐騙 所以他的手法是以網購物品出了問題 那詐騙受害人 就是趕快跑到提款機去操作機器 然後按照他們的步驟來操作 然後詐騙取材 所以有很多民眾跟本期投訴說 在我們的Yahoo或者是露天 他的網路同台購物 他們都有選擇轉帳的購物 那在網路上有留下自己的電話 跟號碼的民眾 就這樣被詐騙集團鎖定了 然後他們就是 會確定商品 就是賤購商品師 就是記載錯誤 然後會通知消費者 說取消這個解約 然後通知消費者 趕快到提款機那邊 解除付款 然後按照他的操作步驟 按照他的指示來操作 就是這樣 我們的消費者就是 損失嚴重的損失了 本期知道說 我們警察局 針對我們的防詐騙都有很多的 再兩分鐘 我們警察局都有做這方面的宣導 但是 我們一般的民眾 比較不理會 那就是到了被受騙後 才知道上當 所以那民眾 在被詐騙時候 他往往就是急著 要把這問題趕快解決 就是他 怕被扣款 所以就一定會按照 那個 他的指示來操作 所以他就損失殘重 所以 本期是說提出建議說 我們應該要 我們應該 在 我們應該要做這方面的宣導 讓民眾 才不會受騙 所以我們應該要跟網 網購平台來結合 那宣導更有力 那像 像我們都知道 大陸網 網路的購物 都已經有做到 對雙方的支付 就是買賣雙方都有 互相 有無錄的電話 那 就是 過到才扣款 這是比較人性的方法 那像我們台灣的網購民眾 他是 把自己的電話都留在 網購平台 所以我就這樣讓詐騙集團 有機可乘 所以我是希望說 本期建議 我們應該跟網購平台來合作 要求我們的賣方 必須要貼上我們目前詐騙的手法 告訴我們消費者 讓消費者 知道 這個警告 提高警覺 才不會被 受騙 才不會損失 那麼 嚴重 而且 講對 我們這個 北熙的建議 還有我們的警察局 有關防詐騙這個宣導 我希望我們警察局 再多多的 落實 再多多的 落實 這方面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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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關心這個詐騙的一個問題 確實很多網路 購物平台 有很多是假冒 買賣 爭炸財的 那這個 過去全國有做一個統計 大概有十個露天的 或是網路的這個平台 購物平台 把它列為是最高危險的 危險的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 這十個 有公佈在刑事局的一個官網裡面 民眾可以上去看 那針對宣導的部分 上上個禮拜 這個 全國六都 同時舉辦 反詐騙的一個大會司 警察局也在這個大圓百 也舉辦這樣的一個宣導 那也動員 幾百個 那個在ATM 幾百個 286個 286個ATM 我們有很多志工 還有那個 獅子會的私友 還有我們的警察同仁 在那裡發那個宣傳單 有關於網路如何被詐騙的一些 要領 黃昏的要領 都寫在那個單子上 我們全國六都同時 來做這樣的一個宣導 所以宣導的部分呢 我們還會繼續來加強 謝謝 謝謝 謝謝陳翠軟議員的發言 我先處理一下時間 我們上午的議程是到12點半散會 那現在距離12點半還有7分鐘 我們上午的開會時間就延長到 蘇原成議員跟陳明澤議員 兩位議員的質詢完畢 我們再行散會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現在我們請蘇原成議員發言 謝謝主持 我們這個高雄市 我們這個癌症 所發生的10名 4問的10名 在裡面是癌症的 是相關的 所以正於這個癌症這個方面 我本來覺得說 我們的衛生局 我們這個健康管理科 這方面 再協助 我們的一些這些社團 包括就 包括就是鎮定婚姻 他們去癌症醫院 對不對 包括 那個第三的廣勝醫院 對不對 還是他們買的 那就是我們 如果針對這個方面 在做 那個醫務 在我們高雄市的市民給我們 包括安用這個區塊 但是我覺得說 在這個 我們的政府聯合不夠的情緒 對不對 有社會資源 包括政府婚姻 還是我們其他一些 這些癌症的團體 對不對 但是有 主要 我們要做宣導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郭科長 健康管理科 他 以及這方面 很積極在協助 這個本是肯定 因為我們說這個 如果出一個癌症的人 對不對 整個生活步驟都亂掉了 啊 因為 癌症不可怕 可怕的事情 沒有辦法去面對 不然 我們面對的時候 會產生恐懼 恐懼 但是家庭的生活 步驟都亂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郭科長在這方面的宣導 對不對 包括 跟這個 政府的配合 來這個 癌友會 還是來 宣導怎麼去 預防癌症 得到癌症 什麼去 克服 這個恐懼 走出來 面對陽光 這個方面 反正 反正 還是我們的 衛生局 我感覺 在推動這個方面 真的 兩點六 有它的成果 所以 包括我 也是 有它開桌過的人 對不對 這個情緒 我也沉浸去退位 這個情緒 對不對 就是說 這方面 這個建議 再繼續加強 繼續加強 當然 就是說 家庭人 有這個問題 他可以 對眷屬去調整 那些患者 對不對 包括 他們去 開花 開花 去推廣 他們是 有得到癌症 第四季 他生病 他說 你剩下兩顆三顆月的時間 到現在 他已經 八九年了 但是 他就是覺得 他有辦法 生存下來 是怎麼去開花 他站出來講 說 得到癌症的人 來了解 他怎麼去開花 但是怎麼 他的卸妙 要延續下去 我覺得 像這方面在推廣 對不對 有正面的效果 當然 要提到癌症的人 家修 也出來講 他原則 脾氣沒有各方面的生疾 大小小小小小小 但是 他們家是怎麼包容 怎麼用的用到尾 台湖上鐵龍的情緒 再來 條件卡布 用毅力 堅持什麼醫療 各方面的 跟食品療法 跟便宜療法 醫院的療法 在這種裝置下 可以成功 這難得可貴 所以 這方面的 我覺得 你們這個健康管理科 郭二長這方面推動的 真的不錯 所以 本身在這裡 做一個鼓勵 希望 繼續 進去推廣 當然 中國的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說過了 反正 那個 黃局長 我覺得 你在高雄關 在做局長的時候 跟高雄市 很高級 那些人還是不來不去 但是我覺得 你去高雄關真的用不去 高雄市 登高雄市 後來 大家 都在大爆發 替我們高雄關 控制得很好 高雄關 你們的數據 科研會講話 當然 你現在來接 高雄市的衛生局局長 我也很希望 你可以用高雄關 這個方式 跟環保局 來做一個聯合 來做一個儲略 發達 這個疫情的 盡量 降落下來 都可以 相對的 這個方面 他是全中 在這個情形之下 六千 我知道是 你們是有宿舍 寬保局 有宿舍 但現在 就是那個 防疫疫情中心 行列 你們現在就是 做預防的工作 對不對 他做 怎麼來收賣 這個工業 但是 實行的可能是 搞到環保局 是不是這樣 所以就沒關係 只要可以 在這個 登革好降落下來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所以 我是建議說 你們兩個 包括我 你能怎麼收賣 這個 三萬家運 對不對 因為三萬家運 還可以傳染到 登革落 還有 還有那個 磁卡病毒 都是 蟒仔 都是 蟒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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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蟒仔 你剛才說的 你剛才有問過 我大家講一下 你說蟒仔 蟒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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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鋒仔 那些蟒仔 蟒仔 蟒仔 personne 蟒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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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那些蟒仔 蟒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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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賦 蟒仔 蟒仔 所以在這裏面 本身了解的就是你有高雄公關的經驗 是這樣子的 我們現在做高雄區的衛生局局長 安慰跟環保局來做一個連鎮 他剛才說的這三種 兩種是班人 一種的就是蔬菜 我們也做一個衣服 幫助疫情擴大 我相信的 回頭不是跟我們這裡有 台南也是比較嚴重的 是不是這樣 當然 本身要說的就是 大家很多東西都很關心這些問題 但是 最重要的就是怎麼來消滅這病沒問題 對不對 當然要研究今天 不知道生態 食物面 看是怎麼消滅 很多方式 房子不是唯一的啦 房子不是唯一的 但是房子也是可以參與自己的物量 是不是這樣 當然 你接住啊 到一個像以前的案子 我們鑑鑑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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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我們學校 包括小學高中 高中對不對 怎麼去推廣 讓他們對這個登革樂 怎麼讓他們有印象 怎麼讓他們來移鑲 對孩子的交易比較近 都算孩子的大人嘛 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這方面的 在推廣期一現一位 跟孩子的部分來做一個處理 我覺得這個效果是不是會更好 待會你們再回答就好了 那個 那個消防局 那個我是覺得在以前的在高雄館的時候 那個消防局裡面 那裡面是內都很嚴重 就是用到真正的 什麼事情 媒體部份常常在看 但是我們的 我們的局長 這個合併後的 這個方面的 就很少聽到這種問題 對不對 這裡可以均勵說 你這個方面的內部的控管 對內部的部署 大家互相聯繫 可以說來做一個 很好的溝通 我覺得這是你很成功的地方 因為一個單位的內部 常常要插插插插 對不對 內部就沒有去外面講 但是你我的領域 對不對 這樣處理得都沒有聲音 對不對 大家就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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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案件高了對不對 大家上下一條心 自然就可貴 兄弟的 就是說你們平常的奉年 平常的訓練 我覺得 你們的工作部來看 對不對 也是覺得很紮實 甚至有時候 你們叫我們民意代表 去參觀你們的演練 對不對 我看 一個很大的 英雄 臨危不亂 就是有時候看 你們覺得 做這個 發生事情 對不對 你們做冷靜 但是 背後分析 在冷靜當中 才有辦法去救我 所以這點就是說 冰冬區訓練有數的話 當然 災害來的 對不對 你們是站在那裡 當然 也要過到 你們自己的冰冬區 本人有夠 也能保護到 我們市民的 生命財產的問題 但是 也能保護到 你們自己的身心安全的問題 這些都很重要 當然 就是說 在這個 未來 日子不夠的問題 但這個問題 剛才說 我們的冰冰區也有說過了 對不對 我也不能再重複了 但是我現在買了解 事情 我們要整個去爭取到 人人的配合 可以有夠 這個問題 每一個館期 隆重有發生過 人不夠的問題 不是跟高雄市有而已 但是 我們現在還有一份 要拿 推手槽 當然 這個 推手也不是說跟我們這裡而已 是這個 不管是 還是這個 這個政策 對不對 我們要奴合 來爭取到 應有這個 這個名額 對不對 可以來健全 我們緊急救災的時候 對不對 人力不缺 當然 誰有做完的 也是很可能 你們偽銷 那是義務的 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但是 怎麼說 也要騙這個 要有夠 因為你站在那裡 你 你以後是協助而已 但是 真的真的 站在那裡 第一時間 那時候 我們說八 對不對 就是說 他們 有時候 很穿 很 很 很 專業訓練 當然 他們經過很嚴格的訓練 當然 他們站在那裡 對不對 對這個 叫這個 效果更好 對自己的傷害 感覺 但是 以下的部分 是義務的 但是 我們都沒有太 政策的 經過那麼 長的訓練 當然 這有落差 當然 他們的道三工 對 怎麼說 原來是一個 社會主委的運作點 也是一個很好的人 人們都 都 包括民眾的 包括義營 包括志工 都集義務的 這是社會資源 對不對 來廣大運行 對不對 對這個 對我們經濟的來講 包括小洪 包括 經濟不夠的 各方面的 對不對 都會有幫忙 對這一塊的話 會建議 這個局長的平常的訓練 各方面 你都有參加都有夠 對不對 但是相共的 就是說這個要加強 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 就是人額 正式擺設人額 我們看政策 還不停的 我相信 局長在久了 對不對 尤其你的領導統一 包括你跟中央 那些 的官員 應該是會都是 爭吵 會在政策發揮 的額度 這是人員 但是我現在百貫市 很辛苦 現在 包括我調動 都沒有一個 幫你找你 那百貫市 當然也是這樣 是不是 那這個區塊 對不對 除了你 你做局長的當中的表現 市民 要你輕盈 以外 但是我 人額的配置 跟這個訓練 我也希望你再繼續 維持下去 對不對 這是真的好的一面 本來的意義 肯定 那警察局 對不對 都都是相反的問題 經歷不夠的問題 對不對 但是 陳主張 你我印象很清楚 就是高峰市發生 那大的問題 大家覺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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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你站在第一線 你機會過程當中 對不對 出了錢 有夠好 那些錢沒有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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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高峰市 不是這樣而已 但是 第一個時間 你可以處理好 所以 變成說 可以讓這些判斷 來嚇阻 引致反罪這個紀律 我覺得這是他們很贏 當然 就是說 當初 我看見 這個初報道 你也是不顧 自己的安全 早上站在第一線 去祈福 這是我們樂高峰 本市的運氣肯定 因為高峰市在這樣 我們說實在 也是要靠局長 你的領德情勢 你的部署 你的同仁 可以上一下衣心來做一些執勤 來做一些 尤其 我經常看到 京官 包括發生所長 甚至有的分局長 叫做天空時期 他在賣到在祈福高峰 難得可貴 這位企業代表作用 這位郭雷 你的部署的經營 那會輸去 我們 我們分局長就站在祈福高峰 那時候我祈福高峰 當然要根據企業做處理 但是 這也是 要就是說主義人的立兵當時 包括灌輸給他們一些這些灌燃 你做 肌費積蓄的對不對 他們落實一則 所以 雖然 我們的交通上的 時間 稍微要達到 但是 比以前去插著 本市的對不對 我們 教育少年 來 鼓勵 當然 還是說 在那裡 風機 反罪 打擊反罪 我相信這個民 對不對 當然 好 但是 還有人生一些案件的參選 但是我覺得 在整個的 預防 比 預防 如果做得好 對不對 比 打錢更好 但是 這些都是相相對的 所以 就是說 在 比較輕的 不然切得到有的問題 這些還要修補的 所在要加強一下 這個 我是很善意的給你一個做建議 因為 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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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取一具屬屬屬 我們 採取四個金牌 四個銀牌 三個銀牌 這是 來公歸於 國際的 國際上的 還是公歸 公歸 這些公歸 都是說 我們的社會團隊 包括我們 體安 包括我們 包括我們的 衛生 各方面的 資料 人家在國際上的 台南這個豬籠真是不簡單 但是我們想辦法突破更好 國際上的對我們臺灣點點 更加一層人性 做到一邊的觀光區 你如果說 越級越城市的點點 待會國際上繼續推動的點點 我告訴你 關公黨就來 不可以靠一個特殊的國家 不然就拼這個 我就多強調 其實 我也有說過 我們只要他剛才說過 我們在各部門 行為做得好 用 能見度拉到國際上 兄弟的人就自動來了 我們再宣傳一下 這效果攏出來 所以等一下如果要回答 再回答一下 我們同意回答 我們的環保局局長 環保局也是以前的高雄官 高雄官 現在還做了局長 我們說 其實在整個環保 包括空汙、空氣、水 還有方便 其實我覺得現在環保局 就是我們地方的一個環境改變 從天 我們對風山雞來講 我最近很年輕人在風山太大了 出事在風山出事的 我今天店裡在風山雞 裡面再看得到蝦 在那裡想 放這裡蝦 但是現在變了黑龍江 但是最近還見到什麼 看得到蝦 這個標記還能量提升 整個鳳山機的整治點點由於當面的情況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包括我們的居民局局現在醫療物學下一個 當中永二學的接管率達到百分之六十七十的 我要說應該就這個 居民局的可以做很多改善大家兄弟 因為我覺得包括我馬社長和楊科長 他們做核心也很禁止 所有居民局查到的真的停工 沒有第二句話 我覺得一個政府機關的有公關力的頂點 但是就是說我們要很認真查 查到是香港 包括我停工 回來會去就沒人敢放 所以我們有鳳山機的指標 鳳山機的這個 以前說黑龍江 現在有時候 慢慢的 美立法來做改善 政治的對不對 我們大東藝術園區學院工程 我們已經 台東藝術園區 有兩基 改善了 現在可能不要入水 會再建設下去 但是我們公司的 外觀的建設是漂亮的 但是追一個拼這個也是重要的 所以你們的劉力對不對 不需要來去輕盈 但是相對的 環保兼兵是不能停止的 不能停止的 是不是這樣 還有包括我這個 登革路的問題 我們要去做 我們要去做 執行的時候 你們有什麼計劃 當然衛生局 是來做防治 自己的那個 現在要改變這樣 但是你們在執行的時候 不用執行 防治這邊 你們要做防治 來我們那個 我們請那個 消防局 有話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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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記者請 好 謝謝司議員 對我們消防人員的鼓勵跟支持 剛剛議員提到 我們加強訓練人力補充 我們都會努力來 按理 謝謝 好 謝謝 那 警察就要買 那一個有話嗎 謝謝 好 局長請答覆 感謝 那個 蘇議員 對我們監察局的支持 對我們的鼓勵 我們會繼續打拚 謝謝 再兩分鐘 你看看 我再補充一下 你這裡手段 如果沒有資料 你隨便打拚就好了 因為我們市內 有些小型的回收 但是小型的回收對不對 他們都 他們會來開 六萬的這個 六萬七三十萬這個 違反分區 因為 他不是工業區 但是 小型的 小型的回收 包括一些這些中壁 他 找一些這些東西來 他說 你說 他三個大條工業區 比較有可能 對不對 這是基本的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 你一張紅袋看下去 對不對 就六萬七條 到三十萬 我們市內六萬三十萬七條 在這個情節 對不對 我剛才聽說 有了解 剛才有拿出來了 因為 環保育這面車 對不對 有要協調 要去修法 對不對 要修法 就是說 在這個 過邊緣工廁 裡面 對不對 他可以做 一個小型的資源回收 對不對 就 沒有分區 這個區塊 你如果是會動 對不對 你 你如果知道 等一下去回答 如果沒有了解 對不對 沒關係 你自明天落 方局長 你對剛才說的問題 對不對 你再回答一下 謝謝 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對於登革熱房子 包括議員剛剛談到的 滋卡病毒 還有現在的一些 悍卡病毒 其實基本上都是來自於 我們人跟環境 的一個 這樣子一個關係 其他的產物 那這些都是存在在我們 環境當中 都有的 只是說有像 全球化或者說 跨國的一些傳染部分 那當然都有些準備 只是說我想 衛生局跟我們 已經 也跟各個局處 我們會 加強就是說 對於民眾的衛教 我們過去我想 我們要更加強是我們 複合式的一個 一個衛教宣導 然後對整個 對環境的一個措施 有更好的防止 那當然 在醫療體系部分 我們做萬全的準備 那對於萬一有病 有民眾感染的話 我們可以做這樣子一個努力 好好照顧 局長請答覆 謝謝頭下主席 謝謝那個蘇議員 剛才說的 有關就是第一個部分 洪山客 洪山客已經對嚴重汙染 現在比中度汙染 這個部分 包括我們在做 包括水利局 這個我們還會繼續努力 登革的部分 我們會後續 會積極 還有衛生局和民政局相關的局處 這個基地來配合 一些個案的部分 的份量是說 強制質檢 這個部分我們則無旁貸 第三個部分 就是說 有關那個小型的支收場 這是一分第一 1000平方米以下的這個場 這個支收場 這感謝我們的議員 在9年的5月2日 通過我們的環境維護管理知識條例 在那個環境維護管理知識條例 就有纖維這 一千 就一分第一 的小型 做一個規定 有關相關的這些 管理的辦法 我們在前兩天四月二十 已經把這個法案 已經上一期付的法規會也通過了 後手就能夠來公告 讓這個比較比較修現的 這些部門納入管理 中央那邊是不需要修法 所以我們高雄其他 改締自己用自己的 自治條例 來管理這些小型的這個 這些資源回收場 所以這個部門後手就有一個法院 可以來做一個納入管理 這把議員做一個報告 好 謝謝蘇元晨議員的發言 繼續請陳明澤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們各局 辛苦 中大 可以說 我們一個局長都很辛苦 可以職責帳 大家都會在各盡 所能 推動 有些事情還是要堅持 在這個部分 比如說環保局 它裡面有 在簡報大綱裡面 就改善我們河川的水質 我相信這剛才幾個議員 都有相對的這個問題 來做探討 可以說 一個水質的改善 這可以看出 我們國家的進步 包括水質的改善 也可以看出 整體國民的健康 我比如一個 地下水它嚴重影響到我們 整體 我們可以說 大家的身體 的安慰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我最近有接到很多人 譬如說 投訴或是說 檢舉 這個部分就是 工廠 它裡面 有申請到 我們一些水錢 水管就是 抽地下水 那抽地下水的時候 有時候 過期 有很多惡劣的工廠 產生了污水 滅水的時候 我們 抽取 我們這個 地下水裡面 倒閃 倒閃進去 地下水裡面 結果 它沒有用水外面處理 它第一點 它先處理錢 處理費 第一點 嚴重影響到 未來的 我們地下水的水質 你怎麼知道地下水 你怎麼 地下水大家都知道 除了一些 我們農民的灌溉 蔬菜 水果 甚至 稻米 或是 產生了一些 我們人民生 必需品 需要 他們的東西 所以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水質的改善 是未來 我們嚴重影響到 我們國民的健康 所以說 我今天 在保安業務執行的時候 在這圍擊到 我們整體 這個安全 整體 身體的安全 問題 跟我們環保局來做探討 你一個地下水 如果一個工廠 他申請 申請 譬如說 我們的廢水排放 因為你一定要讓它 用排放許可 但是這個排放許可 以前 這個過程 在製程的時候 譬如說 它是多少 排放多少廢水 譬如說 我講 煮來水 它是需要 煮來水是一萬多 當然 你參選的 灰水就是一萬多 但是如果 你如果 有加上 煮來水 之後 還加上我們的地下水 地下水 如果是有 它可以核准 因為我們水利局 水利局 不是我們這個 保安單位 但是我們可以 透過相關的 我們要知道 它核准水 核准這塊 水管的時候 是他們核准 但是 在環保局 一個工廠 它製程的時候 需要用到 我們地下水的時候 它地下水前的時候 它都有一個規範 規範說 你可以使用50噸 或者 每天使用的度數多少 它這有一個以下 但是 要讓大家討論 所以說 你當我們 水利局 它有這個 有這個規範的時候 我們環保局 你沒有 它先 它先排放水口的時候 我們沒有要約束 地下水這幾是 一個 排放 汙染水 水質 汙染影響到水質 最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東西 這我相信說 大家都 因為我剛才點到這個問題 你至少 我們自來水 你一天 我們一間鑑定 一天用多少 煮來水 我們有煮來水 表 絕對走不走 第二 你又包括你 回收 回收水 使用 你也都有管理 那個都是 都有管理 但是 就是這個 地下水 你沒有管理 你如果沒有流量 還沒有計算表 哪知道使用多少 如果使用到超過 超過水利局的規範 它會影響到地質的地質的下限 這個 我們世界 我們現在地球 暖化的程度 就是我們包括這個 鐵鐵水 鐵鐵 它地層下限 它產生了一些暖化的因素 這都是有影響 所以我們這個 目前 我了解起來這個 目前的說 我們環保局 你 地下水這個問題 要怎麼來改改 要怎麼來抑制 包括它產生地下水 以及製程的時候 它必須要申請水措 水措 你能夠管理 水措排放時刻也好 還是你流量也好 都沒有管理 所以它這個核准單位 我們它剛常需要地下水的申請 比如說它需要地下水抽取的時候 地下水 我相信說水利夠準 但是它還是有一個規範 但是最主要就是 我為了說 很簡單 很多有樣的問題就是 問題 把這個產生 它用地下水抽取它要稀釋 比如說1比1 你一定知道 1比2你也知道 1比3你也有可能會了解 但是如果1比20的時候 你看得出來嗎 它到底最多有處理就好 它又沒有流量管制 又沒有別人給你查 那麼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很隱憂 所以說 目前來講 我們積茶 這幾年通過了 環保的積茶 它有破案獎金 它獎金好像是60% 我們現在會館科的 那時候積茶科長 那時候你先說一下 積茶獎金有多少 你先說一下 讓大家知道一下 副長請答覆 跟議員報告 大概最高可以達到60% 最高 罰款的60% 是不是 所以說現在罰款最多可以多少 現在 最多現在目前是兩千萬 兩千萬 規定的 所以說 有定這個法令在這裡 鼓勵 要來追查一些 對於說違法的 那個都是有一個很好的鼓勵 但是我們不是以罰為最大的我們鼓舞 但是就是說 希望說 控制一些不法 然後讓合法的工廠 或合法的 申請的 我們讓它生存 但是你如果今天 剛才我講的這個問題 你還到過基查科長 你知道嗎 這個 有沒有可能 當然這個是有可能 當然這個是有可能 等下水來修飾是有可能的 好 請坐下 一個 還到過基查科長 你知道嗎 這個是有可能 所以說我們整體的防範 還是必須來做一個很徹底 那我們也請 現在我們那個馬科長也是基查 基查科的 你要說一下 剛才說的問題 已經產生了 在我們的整體的 基查方向 要怎麼做基查 你可以說一下 有些比較技巧性的 你就不用回答 因為這個可能是回答之後 他們業者會反彎 你就抓不到 來 我們安排深度查 來做深度的基查 那你認為這個地下水 它是不是有一個形成一個漏洞 是啊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查 應該是有漏洞 你要查一下 謝謝 請坐一下 那機長 大家聽到我們該科室的 大家都有聽到 你這個地下水 這是水土科 你鑽的時候 你如果它產生一個製成的 它必須要有水錯 你申請水錯 你要防範 你別說你要水土科 我說嘛 很簡單 你要做你的進行 你必須要怎麼講 你也是可以要求 你沒有流量 也沒有 不知道我要怎麼講 我排放許可 我可以沒有給你 你們稍微一個問題都可以 繞了一大圈 可能要三個 不是三個禮拜 可能要三個月 這個問題 這麼大的方法 你都沒收到 所以說 我們請科長 水土科科長 這個 謝科長 謝科長 你站在這個問題 可以我們說一下 要怎麼樣 跟我們的業者溝通 我也是要希望 你們大家都依照 我們合法的來申請 依照合法的流程 那這個有漏洞 當然是 真的是變成 未來的問題 你回答一下 感謝那個陳議員的指導 那個其實 要核發 他要抽取地下水的話 他一定要有水泉 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所以他要有水泉 他要有水泉 他要進行水泉 那就是說 其實在整個 整個心臟的 如果發現有可能 有問題 其實剛剛 我們也談過就是說 其實他要透過 深度的差 或者功能評價 去查 每個水量 有合 當初申請的量 沒有 對於他放流水裡面 也是人 看出說 他的量有超過 原期生 的量有多少 大家在那裡去查 他那個自來水 你如果用一萬斤 你如果自來水 沒有那個地下水 用五千斤 加起來 你只要一萬五千斤的灰水 你一萬五千斤的灰水 你一萬五千斤的灰水 流在哪裡 怎麼流 總是通常 我 我才會沒有 一萬五千斤 灰水 五十用地下水 五千斤 結果你這邊一萬斤 我請自己 一萬五千斤 會灰水走一堆 你要給他報告出來 你要實際查核 這樣就是 他們用死 保養他們的 給你就好 所以說這個都是 我講的 今天我們要 改善水質 也會影響到 整體國民的健康 這是嚴重 這已經你沒有 沒有注意的時候 他們都用 茶水管理的時候 你如果看這個 農民不知道 我們茶水 吸起來 它的涵蓋區 我們講的 地下水滲透之後 它會涵蓋區 可能是幾十公里 那幾十公里 農蓋區 它需要的 灌溉 會影響到 我們的整體 這些 一些蔬菜水果 包括我們 食用的東西 這非常嚴重 食安的問題 就會產生 所以說我們台灣 為什麼這樣 一些奇怪怪怪的便 為什麼說 癌症 大腸癌 要生 又跳去哪裡 還是什麼便 都跳去哪裡 衛生局 局長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一個工廠 如果長久 再污染 結果 它是用 它的探錢方式 它生錢的處理方法 我相信 這個 不是我們希望的 所以說 這部 一定要 詳加來做一個 解決之道 如果 這個漏洞已經下去了 我告訴你 整個問題 產生了衛生機的問題 人民的健康的問題 整體社會問題 家庭問題 社會問題 都產生了 所以說你這個水泉 如果沒有 沒有有效的賀子的話 沒有有效管理的話 一定會產生更大的問題 好不好 你剛好是職責所在 也希望給你多勉勵一下 請坐 那局長 他們綜合我們的各科室 我相信說 你要怎麼去做 目前 初步之前 我要探討 你要了解 大體上有幾個工廠有水泉 之前 申請 我們要做一個 怎麼要有效的 來做一個管理 你就可以等我 本期 提出看法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邊 記得 這部分 我們前一陣子 我們有聽到 類似這樣的消息 我們有整個會診出來 目前我們這邊才有歷管 差不多有六十幾間 這部分 我們會相關 我們去找 和水力救去便宜的主要來做一個 比對 是不是都是合法的水權 這是基本上要去查的 後手 就是說 他本身 他的費水都有流量劑 這個部分 我們還會去再 根據相關的部分 去做一個交叉比對 去做查核 有可能 有沒有說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過去我們如果有 只查過 也有抓過相關的案 相關的案 有這個情形 這個部分就是議員會特別的提出 另外剛才議員有提到的 比如說西市 比如說他裡面 他裡面有用其他的方法 他說他這是用其他的地方 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查得出來 這是我們的專業 這個我們查 我們可以查得出來 只是說不方便 說大家打啦啦 敲鑼打鼓在這裡 說我們怎麼查的 不過這個我們可以查得出來 說 他這有什麼 一個這裡的行為 這部分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那就是議員 這部分我們會做交叉比對 跟這個可疑的這些 像是我們出來的 我們的家庭 去做後手的一個家庭 謝謝 那個局長 謝謝 你如果 如果做過最多的環保的 我想是經歷啦 尤其你當做環保局長 責任之重大 所以說 我相信你如果有能力 你的能力真的不錯啦 我相信你的貫徹力 包括你的法令的執行 包括你的法令上的見解 我相信說 很多 全部都感受得對 你是有在做的我們的環保局長 可以解決廠商一些困難問題 我相信這是好的 但是在一個我們的制度面 我說這影響到我們國民健康的問題 我們就是要有所堅持 該堅持的地方 我們要堅持得住 我相信說這個部分 可以說自己鼓勵 希望說可以落實 希望說你有60多家 那你交叉比對 那你整體的60多家的水泉 它有沒有經過流量的管制 或者流量表 我們還有一些 它是不是有參與到製程的問題 那如果參與到製程 你這水錯的問題 都可以當整體的約束 我是說你 我如果輸要來當準備一段的資料 我知道這幾家 它自列為我們有一些事情 我們該人要詳細擠查 現在我告訴你 這樣就提出 謝謝 辛苦 每個局次都很辛苦的 為我們市民的整體的 包括警察局的治安 維護在減少 減少已經犯罪降低 我們都表示 這是城市非常改善 非常多 那消防局也是 這個非常辛苦的 你們24點金都要比差 而且119的單位 非常辛苦 大家在衛生方面 我也希望說 剛才我講的 整體就是會影響到 你們會了解一下 我們發生一個病死的 這個死末 開始的原因 這個也是剛才我執行到的 也是一個 這個死端 可以注意一下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陳明澤議員的發言 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 謝謝我們保安部門的 各位局所長 主管辛苦了 下午2點半繼續開會 散會